我們真的看到的就是一個生命扭轉的見證 真的如果不是耶穌的話 他現在可能離婚 或者上這個頭條新聞 這個陳永生陳詩家裡 被亂刀砍死28刀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感恩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月能夠聽到 一個生命的見證 其實我盼望我們當中很多人 你都有機會在這裡做見證了 Amen 來跟你旁邊講說 下一次換你做見證了 真的 遇見耶穌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來跟你旁邊講說 遇見耶穌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來跟他講一下 真的是這樣子 我那一天還聽到一個很精彩的見證 有機會跟你們分享 我們一個侍奉學校的學生 他跟著我去上九行的課 我不大認識他 我發現他的見證也很精彩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來教會嗎 就是他也是得癌症 腺體癌 他得了癌症 家裡又窮 所以他就想 我既然快死了 所以我就要找一個 商禮比較便宜的宗教來信一信 比較簡單的 所以他找來找去 覺得基督教算起來好像基督教最便宜 所以他就這樣來教會 我發現上帝帶領人的方法都很不一樣 你今天能夠坐在這個地方 也是上帝奇妙的帶領 然後他真的就信了主以後 他的癌症得医治 還有他吃了12年治療 躁鬱症的藥 現在已經不用吃了 而且他以前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體力非常不好 他每一天都一定要睡 12個鐘頭才能起床 所以從以前他的丈夫就罵他很懶惰 感謝主啊 你們知道嗎 剛剛提到當聖靈住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的必死的身體會活過來 他現在有辦法每天三點鐘起來祷告 你看到 來我們把榮耀歸給上帝 所以再跟你旁邊講一次 遇見耶穌你的人生就不一樣 來跟他講一下 我們從昇華的見證裡面 體會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要改變 其實最重要的 不是改變你的環境 而是改變你的生命 很多人都以為 我只要換一個環境 我的人生就改變了 其實沒有的 你看到昇華他也曾經想要 我到了英國 到了瑞士 會不會就改變了 我換了一個家 會不會就改變了 不會的 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生命有問題 你換一個丈夫也不會改變 如果你的生命有問題 你換一個小組也不會改變 你換一個教會都不會改變 如果你的生命有問題 你最重要的 不是改變環境 而是改變生命 來跟你旁邊講這句話 你要改變你的生命 不是改變你的環境 這個是我們教會 很重要的一個信念 所以我們教會不讓人 隨便換小組的 很多人 這個就以為他換了就會改變 我們從昇華的身上聽到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很感動的 真的他真的摸到耶穌了 他不只是癌症得一致 他不只是失眠得一致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生命改變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第一眼看到他也是覺得 這個人有點像慈禧太后的樣子 但是真的我覺得他現在整個 整個那個生命的氣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耶穌來 最重要的不是要改變你的環境 而是他要改變你的生命 好 我們現在就用一節經文來看一下 到底耶穌怎麼樣改變我們的生命呢 當我在看這個昇華的見證稿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節經文 這個最能夠來講昇華整個 遇見主的一個經歷來 我們一起來讀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六節到二十七節 預備 請 你們一個心心將心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食心 賜給你們肉心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使你們順從我的律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哇 這段經文是我很喜歡的一段經文 我在說 信耶穌不只是要使你病得一致 也不只是要使你的環境得到解決 信耶穌你從這段經文看到 當你認識上帝呢 在你生命裡面會有兩個祝福 第一個祝福是什麼呢 我們再讀一次 預備 来 我要賜給你們一個心心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食心 賜給你們肉心 好 第一個上帝告訴你 你認識上帝 第一個給你的祝福是 祂要賜給你一個什麼 心的心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心的心 心的心 這一顆心的心呢 告訴我們就叫做肉心 祂說我們以前叫什麼心 石心 祂要除掉我們裡面的石心 然後給我們肉心 這個就是第一個 耶穌要在你生命裡面做的第一個工作 那什麼叫做石心呢 我們當中很多人可能覺得 你怎麼 我們的石頭 我們的心怎麼可能會是石頭做的呢 我告訴你 真的有很多人 你的心就是石心 到底什麼叫做石心呢 石心有可能就是你從原生家庭 好像剛剛昇華做的見證 其實昇華在還沒有信耶穌之前 祂的那個心就叫做石心 祂的原生家庭也有 祂的整個成長的背景 造成祂有一個很扭曲的心 剛硬的心 這個心就叫做石心 所以昇華他很了解自己 他說他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呢 讓他成為一個膽小 自卑自怜 沒有安全感 而且有很深的怨恨 在他的這個裡頭 所以真的 如果他沒有信耶穌 真的可能他會殺掉他的丈夫 是可能的 因為他那個怨恨 是從小累積的 整個的怨恨 這個叫做石心 我們每一個人你都要留意一下 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石心 如果你是一個帶著石心的人 你知道一個有石心的人 他看人都是用很錯誤的眼光 很偏差的眼光 看他周圍的人事物 所以我發現很多有石心的人 他很難懂得感恩的 他很難感受到別人的愛 所以他也很難跟人建立一種健康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石心 你到哪裡都會產生破裂的人際關係 你在家裡的人際關係不好 你在公司的人際關係也不好 你到小組你的關係也不好 到教會到你到哪一個地方去 結了婚也是有破裂的人際關係 所以我們人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除掉你的石心 否則呢 這個剛剛昇華講到說 當他結婚以後 又掉到另外一個深淵 其實跟環境無關 而是他裡面有一個石心 你看所以如果你有石心 他結了婚以後又出現問題了 他就感覺到那個陰影會回來了 童年時期的那股黑暗又回來了 而且發現變本加厲 所以他說他常常躲在棉被裡面 苦毒咒詛 甚至會致殘 這個就叫做石心 所以你們要留意 我們當中很多的人 如果你裡面有一顆石心呢 你就沒有辦法有美好的人生 你就會有很多人際關係的問題 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要教導很多東西 你去留意 這個在心理學上面講 很簡單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石心呢 就是你去注意 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 常常有一些叫做過激反應 我在教九行的時候 會講到這個部分 什麼叫過激反應呢 就是過度激烈的反應 這個就叫做過激反應 很多的人 譬如說我在上九行的時候 講過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當中有很多的男生 如果有人說你很黑 你會生氣的舉手 原住民可能會 一般的不會 女生如果人家說你很黑 可能你會不大高興 男生人家說你很黑 這有什麼關係呢 我認識一個弟兄 他跟我講說 他發現每次人家 在講他很黑的時候 他就會很生氣 他就會罵回去 黑什麼我哪有黑 這個叫過激反應 後來他發現原因在哪裡 也是童年 他也是從南部搬到北部來 結果他從小就有一個錯號 叫做黑狗 就是人家罵他黑 而且罵他是猴子 所以對他來講 黑代表的是一種侮辱 這個就是石心 所以跟你朋友講說 你要除掉你的石心 如果你裡面有石心 你就會有破裂的人際關係 我有一次聽一個姐妹做見證 這個姐妹 她發現她有一個過激反應 就是呢 比如說她說她有一次 她跟她的丈夫去一個地方 比如說像我也是一樣 我到台北市如果開車 我一定會先把我的家人先放下 然後再去停車 通常不會花很多時間 最多10分鐘15分鐘 她發現她的丈夫只要去久一點 她裡面就開始 這個會覺得她會不會拋棄我們 然後她丈夫回來就開始罵她 你為什麼去這麼久 這個叫過激反應 你們知道有很多時候 停車就是會很難講嘛對不對 後來她就去檢查 原來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她從小是被媽媽離棄的 所以她對於有人突然離開她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她沒有去面對她的時薪 她就會層出不窮的婚姻的問題跟人際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發現每一個人都有啦 你一定有一些的過激反應 那個王立民牧師說她有一個事情 你知道她說她以前 常常一個人去買一整隻雞來吃 很奇怪了 為什麼你要買一整隻雞呢 然後一邊吃一邊哭 怎麼會有這種反應呢 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她從小功課不好 她從小她的爸爸說 考試一百分就給你一隻雞腿 她從小沒有吃過雞腿 所以長大以後有錢了 她常常買一整隻雞回來吃 吃個過癮 但是一邊吃一邊哭 這個也是過激反應的 所以我們在侍奉訓練學校 我們有一個課很重要 叫生命重整營 我們就是要讓你去檢查一下 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沒有一些受傷讓你有食心 我的兒子最近 上個月也在做這個功課 她做得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童年很幸福 因為她是我的兒子 當然是很幸福 所以她應該沒什麼傷害 所以她說她每次去講童年傷害 就覺得很痛苦 但是她最近察覺一件事情 她發現她有一個過激反應是什麼呢 她發現她常常會喜歡去逛菜市場 男生而且亂買東西 後來她發現原因是什麼 因為她從小每次跟媽媽去菜市場 要買東西媽媽就說不准買 你們都知道我太太是很嚴格的人 典型低型的人 要買這個媽媽就說不准買 這樣 所以她長大以後 就想辦法 只要能夠去就亂買 我兒子一講說 我發現我也跟你差不多 原來我在婚姻裡面也有食心 趁我太太不在稍微講一下 所以跟你旁邊講說不要太嚴格 以前我們真的蠻可憐的 什麼都不能吃的 其實她是為你好 但是就造就一個受傷的心靈 好 感謝主 耶穌來 我們剛剛看到那一段經文 耶穌說他要賜給我們一個新的心 除掉你的食心 Amen 來跟你旁邊講 耶穌要除掉你的食心 我覺得不是突然除掉的 但是只要你像升華一樣 願意這樣緊緊的跟隨主 你一定會裡面那個你的心 會越來越從食心變成肉心 從一個受傷剛硬苦毒抱怨 不安 自卑的食心 變成一個充滿感恩喜樂平安 然後有憐憫 有被愛的感覺的肉心 你剛剛聽到升華 我真的覺得他說 耶穌最重要的不只是 醫治他的身體 他改變他的心思 你看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周圍的人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所以他說主經歷病得醫治以後 他剛提到他裡面真的每天都有滿出來的感恩 很想跳舞唱歌 每一天都好像獲得重生一樣的喜樂 感謝主 我覺得上帝已經開始在他生命裡面 使他食心變為肉心 所以你聽到他的見證 他提到說 雖然受洗以後 其實沒有就一帆風順 我們當中如果有很多的人 你希望你信耶穌以後 你就從此不會再遇到困難 那你真的是搞錯了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樣你不會成長 所以我在說 耶穌最重要的不是改變你的環境 他改變你的心 所以他說 其實信主以後 其實都沒有改變 他仍然大他的丈夫六歲 他的婆婆仍然是那個樣子 這個家庭還是一樣 但是他發現他內心還有思想上 有很大的轉變 以前是沒有盼望的 現在開始有盼望 以前總是愁苦 那麼現在開始改變 然後你看他有不同的角度 去看他的生命 他還告訴我 環境雖然有難處 但長出的花 會成為生命美好的記號 Amen 是的 剛剛他提到了 他的童年造就他什麼性 什麼樣的長處 什麼長處 吃苦耐老 這個很好 我發現我就沒有吃苦耐老的精神了 因為從小太幸福了 所以跟你旁邊講說 環境的艱難會成為美好的記號 來跟你旁邊講一下 所以信耶穌最大的好處 就是上帝要給你一顆肉心 一個新的心 我那天聽到一個見證 覺得很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人 一個美國人叫布里恩 他的爸爸是一個醫技師 在孩子出生不到一年的時候 跟太太離婚 因為他不願意付支付這個散養費 所以他就在布里恩有氣喘 才不到一歲 他就每天給他注射艾滋病毒 有這麼狠的爸爸 後來東窗事發 被判終身監禁 但是布里恩從此就每天都要吃藥丸 打針 通常一天要挨上三四針 這麼小就開始了 吃二十顆藥丸 所以當他七歲的時候 就開始失去聽力 那父親的殘忍呢 讓他從小體會到世界的殘固 這個人如果沒有信仰 包准一定變成食心 我們剛剛聽到 這個昇華的媽媽 真的蠻淒慘 這樣的人一定會變成有一顆食心 但是很感恩 信仰呢 卻帶他遠離本來可能會有的 憤世忌俗 有人問他難道你不恨你的父親嗎 他卻回答 我認為救恩是為每個人預備的 所以在月身人禁的時候 他會主動為父親的得救來祷告 雖然他們沒有見過面 他也沒有感受到他爸爸的溫暖 很奇妙的 上帝在他生命工作 三年前開始他的血液裡面 再也檢驗不出艾滋病毒 而且兩年前他甚至開始有女朋友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可以把那些問題 都看成帶來祝福的機會 或者是讓這些問題來控制你 感謝上帝 我真的覺得我們信了主以後 我們最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你可以得著一個新的心 叫做肉心 這是第一個祝福 Amen 來跟你旁邊說 恭喜你已經得著一個肉心了 好 跟他講一下 好 第二個呢 那耶穌第二個要祝福我們呢 除了給我們一個新的心之外呢 他說什麼呢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 來我們讀白色的部分 將什麼 新的靈 放在你們裡面 這個新的靈是什麼呢 來我們再讀下面這段白色的話 他說我必將什麼 我的靈 放在你們裡面 哇這個是更大好消息了 耶穌不但是給你一個新的心 他給你一個新的靈 這個新的靈是聖靈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要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哇這個是極大的恩典 信耶穌以後你有一個極大的恩典 就是你過去是被邪靈充滿 但是今天你可以被聖靈充滿 聖經有一節經文說 我們以前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血靈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你的食心越來越久以後 最後就變叫做血靈 會在你裡面工作 那很感恩 當我們信了主以後呢 聖靈就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的生命就改變了 這個這節經文告訴我們說 這個上帝怎麼樣幫助我們 順從律律跟典章呢 不是靠苦修 很多人常常說 我很佩服你們基督徒 其實基督徒有什麼好佩服呢 誰在我們的裡面工作啊 聖靈在我們的裡面工作 讓我們能夠順從他的律律 遵行他的典章 讓我們裡面願意 而且有力量去遵行神的律律 我看到昇華的改變 就是他講一句話 他說當他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他現在開始不要再靠自己了 而是順服聖靈 所以你的人生要怎麼樣可以改變呢 你要學習叫做順服聖靈 來跟你們講說 你要順服聖靈 這是一種很清神的生活 昇華提到說 他以前真的一切都靠自己 但是很累 現在他知道他不再是孤軍奋戰啊 只要他緊緊抓住神 耶穌要伴他一生 因為聖經裡面這句話 他說我必將我的靈放在哪裡 不是放旁邊 放在你的裡面 放在你的裡面 所以他說他經歷到聖靈 真的隨時在他的裡面 陪他走過失落 痛苦 姑息沒有幫忙的日子 神對他講話說 你過去的眼淚都不會白流 所以他的見證最後 他說了 我的過去如何已經不是最重要了 遇見耶穌一生改變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我們等一下來唱一首詩歌 叫做 耶穌住在我的裡面 真的 這首歌不斷地說 耶穌住在我的裡面 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 然後藏過主恩的滋味 就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 這是耶穌給你的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耶穌住在你的裡面 來跟他講一下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愛勝過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穌住在我們的裡面 因為耶穌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的生命從此海闊天空 因為不論環境順利 主的恩典夠我們使用 因為耶穌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能夠勇敢面對明天 因為知道困難都會過去 我們要定睛在天上的榮耀冠冕 好不好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起一起唱這首詩歌好不好 來 我們很棒的一首詩歌 如果你已經體會過了 我們更要大聲的來唱 還沒有體會過的 你就跟耶穌說 是的耶穌歡迎你 住在我的裡面 我的生命想要改變 我們再來唱這首詩歌 預備來 唱過主恩的滋味 還有什麼更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穌住在我裡面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愛勝過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穌住在我裡面 因為耶穌在我裡面 我的生命排過天空 我的生命排過天空 無論環境順利 我深深相信 求的恩典一定都有 因為耶穌在我裡面 我能勇敢面對明天 我能勇敢面對明天 很難都將過去 我靠住在你 敬盡天樂 靠近天上都沒有光燕 靠頭再來 聽到我 敬禿 我们的滋味 还有什么更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世界不再信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海过天空 不若换尽顺利 我深深相信 主的恩典一命都有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能勇敢面对明天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出站立 临近天上荣耀万年 是的 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是的 这首诗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 是拥有耶稣 是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把一个新的心 肉心 还有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从升华的身上看见 因为他的里面有耶稣 所以他整个生命扭转 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你愿意接受耶稣在你的里面吗 你渴望耶稣在你的里面 来扭转你的一生吗 如果我们当中 我们的朋友 你真的愿意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来扭转你的一生 就像升华一样 尝到主恩 甘甜的滋味的 请你举起你的手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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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